今天是18号呢 也是非常的良辰及时 也是这个登记日的第一天 民进党呢 在稍早的时候 是在12选区 新北12选区所有的一个参选人呢 都到现场一起来驻镇 要来联合登记了 而且呢 是这个前行人员赖清德 还有这个游锡坤 他们一起来到场立挺 不过呢 现场呢 也有各党派的人 像是国民党的柯志恩啊 跟民众党的黎敏卫 也都有到现场来 现场呢 是双方支持的互相叫证 而郭台铭呢 郭家军的李静颖 在稍早的时候呢 郭台铭也陪他 一起来登记了 我们来听一下 郭台铭怎么说 自己开车 对啊 我就要把他送进国会 对 怎么用突发起来 不是突发起来 本来就规划这样的好 对 让我想起来 我发迹的时候 就是在连城路这附近 爱德蒙 我从这个板桥 那个小工厂里面 载着货自己开苏巴路送过来 那我认为说 台湾呢是经济要转型 我们做了很多次民调 百分之五十八 接近六成的 这个尤其年轻选票 手中的是经济的议题 那么李静颖呢 台大经济系的状元 到伦敦政经学院 那最主要他也做过一件事情 他在那个科市长那里 帮科市长 这个培训 了解怎么样 做这个选举 怎么样做市政 在我这边呢 参加我的初选 虽然我没有 还有这个连城路 都是他的八基地 因此他也特别 陪着他自己的子弟兵 李静一起来做 这个登记的一个形式 另外呢 他也说到这个 关于政党票的部分 他也说 他没有特别想要 请民众要投哪一党 不过呢 就忠于自己的意愿 也尊重民众的一个选择 他只希望呢 他自己呢 可以国会 不要这个一党独大 能够有小党 能够生存的一个空间 那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